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IT求职的一些误区 也是群里有些同学 也发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 别放过来 然后在前面的问题 我会先再重新给大家普及一下 关于这个薪水和薪水怎么计算的问题 因为IT行业比较特殊 它的薪水计算会复杂一些 然后咱们可以先说一下 这个大厂的薪水 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大厂的待遇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大厂 大厂的话 一般咱们定义的大厂 都是作为独角兽 这个独角兽 比方说国内经常叫我们 比方说美团 阿里巴巴 腾讯 这些都属于估值10个亿 其实应该10亿美元 我写错应该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 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独角兽 而且一般我们是叫startup 比如说这个公司还是在scalable成长的 比如说可能增长率20%到80% 甚至说超过100%这种区间 这种公司叫startup 但是startup和business很大的区别是 business它不是一个scalable的一个生意 它是可能会10%5%的增长率 这种比较缓慢的 但如果我们叫创业公司 是属于高增长的行业 但它这个行业呢 是属于估值增长 它不一定赚钱 它也能亏损 但它估值会不断地往上涨 那我们我就先按照不同的级别吧 咱们今天是按照不同级别的薪水算 不一定代表这个公司真到这个级别 比方说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tier1级别 也就是说最顶级的级别 那如果从IT这个岗位 我说的IT岗位主要是developer developes SRE 甚至说data engineer等等这些岗位 就算了 然后tier1是什么呢 就是两大厂在澳洲 你们能够接触的两大厂 Google Amazon 其实还有meta 也就是Facebook和Linkedin 但是Linkedin在澳洲不找 然后Facebook呢 它在澳洲只招个别岗位 所以说岗位很少 然后澳洲主要两大厂招人最多的 就是Google和Amazon 然后Google和Amazon在澳洲招人特别特别多 然后Amazon在 在悉尼有特别多的office 然后那office 一层一层的 但是它招不起人 像前段时间我去 Amazon他们的office 他们是network组的 然后呢 他跟我说 这层应该计划是要100个engineer 但实际上他们一共招到了不到8个 比如说缺口了90多个岗位 然后实际上就是怎么着都招不上来 然后澳洲现在状况是什么样呢 就是最顶级的公司会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然后依次往下不断的吸引上去 那哪怕是Amazon 你们觉得已经非常牛了 薪水也很高了 Amazon也有自己的烦恼 什么烦恼呢 就Amazon的员工会被Google吸走 会被比方说Optiva 比如说一些training公司吸走 因为他们的工资更高 所以说Amazon也有自己的苦恼 然后Amazon也可以从别的公司去吸引人才 所以每个公司呢 它都是有自己的苦恼 然后最顶级的主要是Google Amazon这些薪水 基本上就是正常的薪水啊 都是30万起的 30万起我们一般是说的是 Total Package 不是TC 就是说那个是 是总包的意思 就是说总包包括它的Option 包括它的股票 包括所有东西加起来是30万 并不是说它Base Serial就到30万 很多Base Serial是15 17 18 但他们加上Stock啊 加上很多东西就过了30万 所以说Google Amazon这是大家比较熟的 比较了解的 还有一类公司呢 是我列的一些吧 就随便列的三个 有很多啊 Bifferent Optiver啊 承宝啊 高盛啊 它都属于training公司 比如说量化交易和高频交易 这公司 这公司有很 这公司在海外有很多 就是在澳洲啊 加拿大 美国啊 欧洲啊 很多 然后他们的工资 比较直接啊 他们不一定是给 股票 他们就是给钱 什么给钱呢 比方说你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之前 他们的英诚 没有写出来多少钱过啊 Optiver这个公司是 在悉尼还算是最大的 然后它的总部好像是在 阿姆斯特丹 在我忘了是哪了 好像是阿姆斯特丹 不是在 是在欧洲的 主要是做高频和量化的 然后你看它的实习 就已经到了17万5了 呃 但是然后你看它的 Graduate 就是25万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25万是这样子 一般是12.5万的 Base 加12.5万的奖金 呃 所以说这个 像吹内公司 它的薪水是很高的 那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他们工 他们赚的钱要很多 就是说这些Graduate 或者Developer 是要赚钱的 不是说真的 呃 就是没有什么压力 工作 因为这在 Trainate公司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 压力跟收入成正比 就是你工作的强度 或者你工作最后拿到的收益 它会给你 用钱给你的 然后这些呃 Graduate就是25万 如果再更高呢 更高就可能你没办法计算了 甚至说上百万 呃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叫 我问过他们 就是比方RMC的一个人 呃 他们跟我说是 他们其实有一个叫奖金池 就是他们每年 还是每隔一个季度 都有个奖金池 然后这奖金池的钱 是要发出去的 不保留 所以那个钱呢 是各个组 或者某个部门 积攒下来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全部发下去 给所有人 所有人可能根据一个比例 然后根据不同的呃 职责或者系数 然后发给他们 所以说他们的奖金 是很多的 那base可能 感觉就是12.5啊 12.5啊 15啊 17 18 可能是觉得不到Tier 1 但是他们其实奖金 可能是比他的一倍 两倍三倍 这种价格 所以说他们是玩钱的公司 那发的工资也非常非常高 但是呃代表什么呢 代表公司非常难进 因为有 有的人经常问我 就是我去量化公司 我去train公司怎么去 我说你如果能拿google offer 你google offer拿到了 呃 或者amazon offer能拿到 你再可以考虑一下去 能不能去高盛啊 去这些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比呃 google其实还难 如果你能去google了 有可能你能去train 当然他们两个体系不一样 呃 因为呃 反正我知道的是不少公司 不少的google了 也是 有的是正在学quant 他们也以后想做个quant developer 赚的也会这么多 所以这是一个职场的道路 就是说你走职业的道路 你可以往这走 像google啊呃高盛啊等等 google算是整个developer行业里面最难进的公司了 然后但是呢 华人好像我听他们说 跟我说是华人好像在澳洲是有100多个google了 所以说其实还是蛮多的 只是大家可能他们平时低调啊 很多人不知道 呃 但是人人还是蛮多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有能力的啊 或者说智商很高的 我就可以去 呃 因为他们就这个这个页面 它是不同的路 就跟匠人不是一条路 呃 是要靠自己 呃 然后gradgradgrad 所以我写的是一个大概啊 因为像 因为我知道有15万的 有25万的 还有28万的 呃 但是呢 他们每个薪水盘不一样 所以说我也不好 呃 因为我我没经过他们面试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 反正他们的薪水是很很 就差的挺远 就15万25万28万 所以说这就是他们这个级别 graduate 这个graduate的薪水 那什么是graduate呢 graduate我们可以定义成 这个人 这个员工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 就零工作经验的状态下 从学校毕业 这个毕业呢 是必须啊 必须是cs 专业 cs degree 因为他明确写的是computer science degree 所以必须是cs degree 然后才能升 然后it岗位能不能升 呃 你们可以试试 然后其他岗位就不用想了 就是他如果不是这个专科出身的 就是这科班出身的 呃 升这个是不可能升上的 没什么用的 然后graduate的是呃 是大约这个钱 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工作经验的状态 状态下的工呃 这种工作 如果你到了密的 因为他们的公司的级别很多 我就大体随便写了个密的 然后薪水范畴呢 我问过的是从20万起 一直到40万之间不等 都有 就他还不属于领导 但是他的薪水已经差不多有30万的 有35万的 大体能到这个级别 然后senia的话也有是 senia就很多了 呃 30万加 但是是不是到50万 不好说 因为senia在这些公司 他们其实不大属于澳洲 他们可以全球去走了 呃 他们的senia 所以说这个薪水的话 其实30万加吧 然后高 封顶的话 我不是很知道 因为在Lefe 你们可以去查 但是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 算是个全球公民 因为他可以全球各地都跑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Tier 1级别 就是真正的Tier 1级别的一个工作 然后Tier 2 呃 然后他我们有一个表啊 就是说大体这个薪水的一个组成 就之前别人去填的 像IMC你可以看到 IMC的话 他的TC是23万 所以他被子是13.5万 他的stock是0 但他bonus是给的10万 10.1万 加起来是23.6万 所以这是一个New Graduate 的一个薪水 然后Amazon的话 你可以看L4级别的话 是Total Package是15 但是这个薪水是去年的 呃 所以不大一样 然后这个薪水的话 你可以看到是12万加2万stock每年 然后再加1万1的bonus是15万3 呃等等 然后Google的话是 这都是Gradual的一个薪水啊 薪水级别 呃 然后除了Tier 1之外呢 或者是就Tier 2 也可以叫Tier 1 所以我就定义的是1.5 Tier 1.5吧 呃 因为如果我叫Tier 2的话 这些厂的员工可能会骂我 所以我就大约叫Tier 1.5吧 然后那个这个级别的公司的话 是属于什么样的公司呢 属于大部分都是创业公司 然后有很多轮 很多轮融资了 或者说这公司呢 不差钱 但是的产品呢 非常硬 就属于垄断的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一种公司呢 是去化链公司 然后还有一种是 就是垄断型公司 这类公司有很多 特别多 所以我就随便列了大约5个公司 你们可能常见的公司啊 然后这一类公司是特点什么呢 他们的工资特点就是bit salary 加super 再加institute 再加options或者stock 然后bit salary 大家就知道就是薪水了 然后再加10%的super 比方15万 它加1.5万的super incentive呢 是一般是10%到50% 甚至说有的可能是100% 但100%的话 一般不是那种互联公司 一般都是trading公司 所以说这个的话 就是10%到30% incentive有可能的 然后它大部分的 这一类的公司 会给很多的options 或者stock 如果这个公司是没有上市 可能会给很多期权 如果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 可能会给股票 所以这个期权和股票 你们要一定要清楚 因为有的人说 这个期权是没有用的 但得分什么公司 有的人是觉得 这个stock有用 那我个人认为 stock没什么用 或者说你有钱 可能就stock就没有用 就为什么呢 首先啊 就是首先options options是什么呢 是期权 就是这公司还没有上市 或者说给你这种原始股 这种原始股多么的重要啊 比方之前九成说过 Canva 就为什么它会定义为 Canva是最高等级的 因为Canva是 临近上市的公司了 它上市 我不知道啊 因为是去年 前年就说快要上市 但已经到2022年了 可能后面也会一段时间上市 可能一年之内 两年之内 三年之内 可能就上市 但是呢 现在很多人 现在看到很多员工 都有大把的股票 十几万 比方上他们也拿到 全部的15万的 15万的那个股票了吧 如果15万的股票 它从来没有 估值没有上升过 就是从四年之前 到四年之后 它的估值一直是五万 但它上市呢 就你们知道 要IPO之后呢 一般情况下 这公司不是只要太有问题 它一般得翻上几倍 比方说 一块钱的股份 翻上一倍 就是两块钱 翻上四倍 就是四块钱 你像15万的 15万这个股票 如果翻四倍的话 就60万 所以你手里 可能会拿60万 当然这个股票 得看它什么时候能出 因为我没有看过 Kanva具体的 他们是怎么写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能上市那天就卖了 或者说在上市之前 能不能买 因为我都想去买 Kanva的一些股票 所以我觉得这种原始股 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就像是期权也好 或者说什么什么也好 这种股份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上市 说不定就涨了 但也有可能破发 有的公司可能就破发了 可能公司本身就是 属于 属于那种 就是圈钱的 可能被人看到 或者说有什么负面新闻 直接导致破发 都有可能 然后stock是什么呢 stock它上市了 那stock它其实有 实打实的钱 比方说这个股票 是100块钱一股 然后给你的 按照是 比方说给你 10万的股 分四年发 就是每年有25000的股 那25000的股的话 如果它renew 或者怎么样的话 是不错的 但是25000的股的话 它其实就是你从场外交易 如果说它的股份 是1比1的比配的话 比方25000的股 它就是25000的股 那相当于是1比1了 就是说你从股票交易市场 从纳斯达克 从ASX直接买的股票 跟它发的股票是一个价格 那其实就是钱 因为stock这东西啊 是股东发的 所以这个东西吧 是股票交易市场给的 然后作为公司的话 其实是省钱了 因为都是大众给它买的单嘛 所以很多公司 现在都是有些比较大的公司 降低based average 提高stock 因为这个stock呢 就跟没发一样 也不算是没发一样 就是从股东那里拿钱 所以说这个option stock呢 得看大家自己啊 到底是怎么选 因为如果这个公司 还没有上市 可能最近一两年上市 你进去的话 可能有稍微财富 小自由一下 但如果这公司破发了 或者说萎靡不振 甚至说可能直接上市 这就面临清算就比较难 但是一般上市 面临计算的很少很少 历史上也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这两这种公司是什么 比方咱们熟悉的 Atlasen 因为它是直接发股票了 因为它已经上市了 然后Canva 现在就是属于还没有上市阶段 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当然它的base现在涨了 之前base低 现在base涨了 我认为Canva去 现在去的话是比较不错 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股票 我觉得去是很不错的 然后未来可能小自由一下 然后微软的话就是 它的薪水本来就高 Options或Stock 我忘了要发股票了 但是它薪水是整体的是比较高的 微软也是属于这个级别 然后Afterpay的话是上市了 然后它会给Stock 然后各种福利很多 然后本身的base就很高很高 所以说这也是差不多一类 然后币安 币安这一种啊 就除了币安 其他的Blochain工资都差不多 就是说区块链行业 base salary incentive Options Stock什么都很高 因为进入这个区块链行业 不容易进 而且为什么我放币安 因为币安算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很多区块链公司是比较小 然后呢招不到人 但是可以给很多的很多的钱 这个钱的是像我们去帮助招 就16万 澳币招一个密的 招一个frontend 招一个backend 16万薪水 然后就这个薪水也很难招 就招到一个满意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我认为就是 区块链在今年 尤其web3 转型的时候 这一部分会有大量的公司 会招大量的人 薪水特别多 然后甚至说他们不惜 不过一般区块链的话 不是给option 或者stock 他们给币 如果比较不错的呢 就是真的是发工资 加super 加intail 这是实打实的工资 然后呢 再好一点公司 可能直接比方说 他们要出nft 或者说出那个币 原始币 你拿的这些是比较好的 如果他上交易所的话 那是不错的 如果说 纯发币 如果纯发usdt 这种稳定的话 我觉得还行 如果发那种 完全发自己公司的币 那就有点空中 淘汰白狼了 因为我们 我之前17年时也 17年的时候 也想搞过这个区块链了 然后当时也看到很多 区块链公司 那个年代的 2017年的那个年代的公司 区块链公司 大部分是发不起法币的 就发不起澳币 或者美金的 很多大部分都是 空中淘汰狼 发的是那种资产的币 或者山寨币也好 或者说btc 有良心的发btc 那不错 然后其他的话 那个就发的很少 所以说区块链的话 现在起码是 大家很多的钱进入了 能发真正的钱了 能真 能发真正的法币了 然后再加一些 那些原始币的话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一类公司是什么呢 这一类公司的grad 一般是10万到11万 就是区间大约10万到11万 不错的可能到12万 我今天刚问了 刚问了他们 然后大约10万到11万 然后呢 我就列了两个 那一个公司作为例子 你们都差不多 像Atlasan的P3啊 他的P3级别就是junior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grad和P3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的junior 是这个整个岗位里面 比较初级的一个岗位 grad是通过grad program 那种纯效招进入的 下提的是这个薪水 纯效招的话 基本上千军万马 几度度目桥 几千个人里面 可能挑上四五个人 非常非常难 然后P3的话 像中年级别 就是15万到16万 然后Atlasan的P4 是17万到23万 因为不同岗位不一样 比方说DevOps SRE 它在P4 P4的话就可以进入23万 如果说developer的话 大约20万 然后个别 我听说过有17万的 就是说他面试都拿到Hire了 但是呢 他的面试结果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可能给17万 但有很多是给19 20的 这样子 然后像DevOps SRE的话 就可以给到22 23 个别我听说过有24的 大概这是P4 然后P5就是senior和P6 还有Principal 那个新手我就在这不列了 那个薪水啊 跟前面这个薪水差不多 然后我能拿到的是 大体这个薪水 大家能够参考的 就大体这个薪水 然后其他这类公司差不多 像Afterpay 他们的Seni也是18 19 左右 所以还是 这这类公司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薪水 大体的一个价格啊 你们可以看看 因为这我们在小黄书分享过 然后T23是什么 T23其实是在澳洲最常见的公司 就是最普遍的公司 最普遍的公司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啊 你们知道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两个会计公司 Zero和Mio 房地产 EA 四大银行 四大银行 Nav NZ CBA等等 我就随便列了一下 保险类公司 跨业公司 BHP 还有Ruatino 还有consulting公司等等 他们的薪水的范畴 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没有特别 像前面那个公司 这么大的巨大的变化 呃 他们的猪涅的话 大体就是7万到9万 MID是 从去年改到最大的 就是MID 因为之前的时候 其实SENI是13 MID也有11 12 但是从去年开始的话 很多MID就是从10万到15万了 然后SENI是13万到18万 16万的SENI普遍都有 所以说这类公司 他们的薪水 大体是一个范畴 然后没有差距特别的远 因为 就是说13万和15万之间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就差2万 你到时候除以52 呃 然后再交完税 你发现还不如 平时开Uber赚的多呢 所以大厂 呃 这类公司是属于互联网公司 属于新兴的公司 或者属于 呃 普遍工资会比呃 大部分的公司要高一点的 一般是高一两万左右 然后其中有些巨大公司啊 比方说矿业公司 呃 必和必托 还有利和利托 这些公司 我放在这里是因为 他们是等级制的 他跟国内的公司差不多 就是说他的等级比较高 然后很多公司的 他们的等级 可能就 朱涅 密的 三年 利的 或者说 不是利的 就叫呃 principle啊 等等 可能四个五个六个级别 但像这种 大型公司的话 他们的等级更高 就他们可能能拿到20万 25万 30万 呃 这种薪水 但是很少华人能达到 就可能呃 可能万分之一的华人能达到 这个像 这些大型公司能拿到的薪水 20万企业 25万 30万 甚至40万呃 这些矿业公司都是有的 而其他的公司的话 就没有到那个像矿业公司 那么呃 变态的薪水了 因为这 一般我们定薪水是这样子 就engineer工程类 还是manager级别 所以他们的薪水其实不大一样 然后这是 这是这一类公司 这一类公司的话 呃 工资形势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工 这类公司大部分是没有stock了 也没有options了 所以说没有 没有股票 也没有options 但是可能今年开始有 因为options或者股票 其实这个事情 是比较tricky的 可能很多 大部分公司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 因为这个 给options或者stock啊 在国内和北美是很常见的 在那澳洲就是大家实打实的发工资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公司的base salary 比方15万的base 它可能比前面那个公司 base还要高 比方前面的公司 像呃 比方说前面的这个 这类公司 它的base 感觉它的tc到了20多万 但它base只有13万 这13万可能还不如呃 这类公司的signia高 但它的tc很高 就是说它实打实发下来的钱 也是很高的 所以这是这一类公司 然后这一类公司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三类公司啊 因为这三类公司的面试 面试 面试不一样 什么呢 像这类公司主要的就是算法 然后是基本的代码能力 然后这类主要是算法 然后这类公司的话 就是系统设计 然后他们会有自己一整套的面试流程 四轮啊 五轮啊 甚至还有六轮啊 然后一般都是有系统设计题 系统设计题 一般是这样子 然后要求会更严 更高一层 然后这类公司什么呢 这类主要是互联公司嘛 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工程 就是实打实的工程能力 然后可能会设计到System Design 但是基本上没有算法 算法很少很少出现 所以说这类公司就是 这类公司啊 整体的面试题和面试流程 也非常非常相似 就是无非是Skill面试 就是技术面加Behaviour Question面 有的呢 可能会给你一个Online Assessment 或者是说Take Home Assessment 都有可能 所以一般情况是三轮 然后面试的题啊 题目啊 内容啊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类题 你不管怎么跳 你熟悉了Zero的面试题 你去MyJob 去IEA其他的都差不太多 个别就是有的时候 你的经验可能不在一样 然而这一个类题 其实是主要 叫人的学员主要去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一个Python 基本我们都摸索出来了 所以说这是这一类题 然后工资的话 差不多都这样子 这是大厂 然后他们的薪水是这样子 虽然到18万 有的是到22万 25万都有 我只是放一个 大概的一个区间 但是我知道 有的这几个公司里面 有人到了25万 也只是个Senior 薪水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是大厂 然后呢 也有很低的 这是大厂 然后这类公司 特点是什么呢 互联网主要的公司 就是它属于 第一套产品 比方说Zero和MyJob 它属于会计Online的公司 那会计Online的公司 你们可以想想 它不是会计收索 它不在各个地 各个城市 各个shopping mall里面 有分店 或者说有那种 线下的店铺 它们没有 它们是纯Online的 Online的产品公司 所以它是属于 那种互联公司 它线下没有门店 没有门头 主要靠技术产品去 推动的 推动公司产值的 所以这是这个区别 IEA呢也是一样 IEA你没有见过 在任何的shopping mall 或者说哪一个 Plaza里面 有IEA的这种agency吧 但一般房地产中 这些都是用IEA 也没听说 IEA做房地产中 所以这是 这是就是互联公司 跟其他行业的区别 然后银行 四大银行类的话 就是垄断 薪水高 保险 矿业垄断 保险行业 在澳洲特别特别赚 所以它们的薪水还很高 比方说 还有一个叫 INP还是叫什么公司 它们的给的contract 都12001500左右 一天 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是主流啊 这是大部分的公司 然后这一类公司 是Tier4 Tier4是什么呢 Tier4呢 我就没有列出具体公司了 因为我怕得罪人 然后呢 我就大体类的一些行业 它主要的公司是属于传统类的行业 或者叫传统软件行业 它是做软件的 它不是做互联网的 比方说这个Zero 它是什么样的公司 它是SaaS SAS 它是属于Software as a Service 这种公司 传统软件行业是什么呢 是卖软件 或者说古老那种 卖code的 这种行业公司 还有什么呢 是外包公司 还有是一些传统行业 但是它的 比方说IT 它不属于一个核心部门 IT主要是属于帮助 它能够加快 它们的速度流程 自动化等等 但它不属于核心部门 那这样子的公司的话 针对Developer 它们一般也就是Based salary 加Super 不会特别的高 就属于一个正常的薪水范畴 我说的是 这个工资是什么呢 是这个员工 Developer 在这个公司里面的工资 属于中等水平 这类公司的话 工资可能会高于其他岗位的人 比方高于Product Manager 高于Marketing 高于HR 高于其他Sales部门 之类的 但这类行业的话 IT不属于行业部门 不属于核心部门 它就只是一个Support岗位 那它的薪水可能 比其他那些岗位还低 或者说持平 那这类公司是什么呢 这类公司主要是跟传统行业有关系 如果你看线下门店很多 比如说他们的主要的 Operation Cost 运营成本 全部被线下门店加上了 那它肯定不会有很多的钱 投到那个IT上 或者不用很多的钱 投到别的上 因为他们靠传统的方式 去拉人 去做Sales 那很多的成本 都放到那上面了 所以这样子的公司 他们一般对于IT的部门的薪水 不会特别高 然后个别 就是不是四大银行 比四大银行还要低的 银行的薪水也会很低的 然后电商 电商按理说是属于那种互联公司 但在澳洲的电商 它更多属于一种 线下门店加online store的形式 所以很多不是这种纯电商 如果纯电商的工资会高一点 如果它是那种传统加电商的形式 就低一些 所以这类公司的话 更多的是传统行业加互联网 像国内之前经常提到的 互联网加模式 其实就是类似 它是属于一种传统行业加互联网 IT部门 它不属于一种非常非常核心的地方 然后这类的gradual program 有很多 前面也是一样 gradual program大体都是薪水 都是五万到七万五左右 然后中年的话 七万到八万 然后mid的话 是八万到十二万 就是你大家认 大家在认知里面正常的薪水 就过去的薪水 这个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保持之前 之前这个样子 但薪水的话也是不错的 就是八万到十二万 mid的十二万 我觉得还是也是不错的 这类公司 这类公司一般情况下 还不忙 事还不多 工作还挺轻松 所以这类公司是有一些 比较好的特点 五类公司的话 是Tier5 就是比较base的一层 就是说它很多是创业公司 可能没钱 或者它的那个founding还不够 可能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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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像是一个support的 它不会是一个主要的公司 所以这个薪水的话就更低了 所以说你们如果要去做的话 怎么去区分你们未来的这些发展呢 或者说这公司有没有前景呢 你们可以看这公司 它的BINCE MODEL是什么 大体是怎么赚钱的 IT在这里面是不是核心 不是核心你进去之后就发现了 你说话根本不算数 也不听你的 这是大体的五个级别的公司 然后有人会问contract吗 一般contract是什么呢 contractor permanent role 很多人会问 contract一般是我们大部分的计算 都是daily base 有的时候是实心 有的时候别的 然后这个主要是比方500块钱一天 1000块钱一天 1200块钱一天 然后前面咱们说的这些薪水 全都是perment role 就是说员工employee 不属于contractor contractor在公司里面 做账里面 在会计里面 或者HR里面 contractor并不属于公司的员工 除非什么呢 除非我跟这个contractor签 以employee身份去签的 facetime contractor 作为这个其中的一种 employee的形式 就那种是 但那种是最差劲的工作模式 因为工资又低又没有福利 然后又可能会被开 就是这个contractor结束 可能就会被开除 或不是开除不序了 那就没有后面的机会了 所以说contractor一般我们 就是咱们一般谈的 都是那种daily base的 这种contractor 一般是分三个月 六个月十二个月 这种签 薪水的话 一般是比方一天 7008009001000 1200这种 你们可以算1000一天 乘以5 一个星就5000 一个月就20000澳币 然后这个contractor的话 大体的话 一天是工作 一年工作250天 因为contractor没有假期 就是说 没有public holiday 没有并假 如果你并假 你就少赚500块钱 如果你有并假的话 反正基本没有并假 但我之前 我做过一次contractor 是虽然说没并假 但实际上最后 我去了公司是给并假的 就是其实主要是 他们的HR搞混了 并不是代表我签的合同怎么样 其实是那个HR是搞混了 然后就一直是有并假 然后super是要自己交 这是contractor的最大区别 就是super要自己交 所以这个钱啊 是总数 你可以叫TC package 就总共一共是500块钱一天 那一个月 一个星就 一个月就给2万 比方他这package 就一个月2万 这2万块钱呢 你怎么弄都行 怎么交税 怎么付super 就super比例多少 比方说super你可以付7% 给政府 或者你super付10% 都行 这是自己控制的 所以contract的自由性会非常高 然后钱非常多 就是赚钱 contract就是赚钱 然后什么样的contract比较好呢 政府 政府的contract非常非常好 因为他会给你续 而且工资可能是1000一天 比较普遍啊 contract的工资是1000一天 然后1000一天的活又简单 又不累 然后是政府的 然后还会给你续 工资 反正是非常非常好 有的人可能 干这个政府的contract 能干上几十年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contract 然后permit row什么呢 permit row一般我们会考虑 这个到底是去contract 那是permit row 目前啊 2022年咱们应该考虑 就是他有没有incitive 有没有options 或者stock contract就没有这机会了 contract就是时间去换钱 他没有别的 他就是时间换钱 那我们说的permit row 比方你去canva做permit row 给你100%的股票 不是比方给你15万的股票 那15万的股票 未来可能是有机会去自由 财富自由的 那contract的话 就是真的是用时间去换钱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大区别 当然这个啊 就有点赌的性质了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你这个options 到底有没有钱 因为有的人跟我说 我这个股票啊 全都是期权 一点用没有 一点价值没有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变现 他变现之后就有钱 就看自己赌的这一把 对不对了 所以说我是希望的话 你们可以更多的去这种啊 这种类公司是比较好的 然后permit row的话 都有annual or personal leave 然后呢permit row的话 大家如果买房也知道 就是mortgage比较好 就是房贷 比较好做 然后permit row 他是公司的员工 所以他有公司的福利 什么公司福利呢 你只要去的大公司 都有一般是 比方买个车打九折 买个奔驰帮马 给你打九折 去什么什么东西 有折扣 什么去 去什么化妆品店 给你打八折 什么mega好像有折扣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折扣 所以这是permit row 才有的福利 当然这都是小福利啊 最大福利还是这个 然后contract的大体 是这么一个区别 这个是取决于自己 如果说 我一般建议是这样子 只要你还年轻 如果你想赌一把 你对这个钱 就是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就你自己没有那么大 经济压力 比方说我就想要 一个月两万块钱的 设置生活 那你可能就去这里 如果你觉得想赌一个未来 你可能未来 可能某一天 财富自由 比方说一下搞一百万 套一百万现金出来 那你可能就去这个 但前提是什么呢 你会有一段时间 你的薪水是属于 不高的状态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呢 这这一类工 这一类人呢 就是赚钱 特别多钱 我之前就是 我之前做Angular 一千块钱一天 然后一个月 就是赚两万 哎呀 那个钱 天天买摄制品 我天天去买炒牌 就是那个钱 基本上我都不保留的 就是花的钱特别猛 然后这个是 contract的 有幸福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读未来 就是看大家 有什么兴趣 我是觉得你们都可以做 但是呢 我是觉得如果以后啊 未来今天来听讲座的 大约比方49位 50个人 如果说以后你们真的能够发财了 记得告诉我 就说当年听了讲座 去了这个公司 我真的后来发财了 那可以 然后别人经常会问我是 哪个公司是算法 就是会需要算法 其实就两类公司 Google和Trading Amazon 就是Tier1那边 纯算法 你只刷算法 你不会工程 都行 就这里的公司的话 你只刷纯算法 你不会写REAT 你不会写任何的框架 都没问题 他们就是考算法 这类公司 为什么考算法 算法是一个非常能够去测出智商的人 智商的东西 你如果你智商特别高 不是说学霸 学霸不一定智商高 可能努力 但是算法是看智商的 就你智商高 然后你又加努力 你去Google啊 没问题 你就去 但是如果觉得自己可能 哎呀 没那么高 那就算了 但是现在其实Google 已经降低标准了 我是觉得如果有能力的 尤其是在校生啊 觉得自己能力特别强 比方说自己各个门都是HD 都是高分 你可以走走算法试试 但是算法走这条路啊 也跟前面我说的赌博差不多 因为你可能刷了三个月六个月 你没进 你只一旦你没进这个Google公司 或者training公司 你大约半年之后 你再能才能再申请一次 半年一次嘛 呃 我碰到大部分的公司人啊 就是说除了他们有算法之外 还有还有工程能力很强 所以好像是有后路了 所以我是希望有的人啊 就千万一要给自己留后路 如果纯刷算法想进Google 呃自己其他的一个都不行 你还真的不能进Google 呃这是纯刷算法的办 呃纯刷算法的方向 这是一种方向 呃第二种方向是一部分的算法加工程 这类公司啊 他不是他不是这一类 他不是我说的tier2啊 这个级别的公司 这类公司有大有小 就是考算法这部分公司有大有小 我总结我碰到我这些学员 因为我们也上千个学员拿到offer 我基本上大体观察到他们的整个面试流程 面试过程什么呢 就是考算法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有点美资背景的 就美国资本背景的 或者说这个这个方的是美国的 或者说这个方的呢 是接受美国文化的 或者说接受中国文化的 因为主要考算法就是这两个 但是考算法最多的就是美国 美国考算法 这要考白板面试 白板测试的 所以只要是这一类的方的呢 它是有这部分的背景 或者搞技术 那它的整个面试流程 可能就是考算法 一部分算法 一部分工程 然后国内大厂是考一部分的算法 然后有些是部分的独角兽 就是澳洲的一些独角兽 他们也会考一些算法 但是目前你能叫上名字啊 除了这几家公司啊 都不考算法 我知道那些考算法呢 它名字你可能没听过 但工资挺高的 这是一部分公司 然后第二 然后第三类公司是没有算法 纯没有算法 就是工程 系统设计加工程 就是独角兽的企业 就是已经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 你能叫上名字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系统设计加工程能力 当然还有主要是他们要考的是 behavior soft scale那些 我这只说了一些硬实力 软实力我没有说 主要是系统设计加工程能力 这是杜小兽 然后呢 工程只考察工程能力的 是澳洲绝大多数的企业 就是看你能不能出活 你能到企业 能不能直接去接ticket做 这是公司最常见的考法 所以这是大起一个分类 所以说你如果能力比较强 你智商特别特别高 比方说某个高考状元 你可以试试这个算法 这个方向 或者说你觉得你学东西 你很喜欢技术 很喜欢算法 你可以试试 可以做做试试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其他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工程能力 其实都 这是你们最主要提升的 这是也是很多学生 根本就没不具备的 这是工程能力 当然也是家人主要培养的 就是工程能力 然后一部分算法呢 这个算法 我觉得比较简单 因为我面过这些公司 有些公司 这算法呢 基本上就是学校学的 那基本的算法 第一 什么二分啊 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很直来直去的 就告诉你 这个东西用什么什么算法 怎么这么解 或者告诉你一个 一堆数组 让你找个规律 怎么怎么做 也就很基本 很基本的一个算法题 所以说 这个你稍微复习一下 你稍微看看 你这部分其实就过了 然后系统设计的话 这个可能是需要 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文章 学习一下这部分 System Design 你可能才行 所以这是大体的一个要求 我反正我见过的算法 都没有很难 都挺简单的 然后这个薪水 我就不讲了 这是2021年 你们可以看 我今天 我跟你们讲 大约就是这个薪水级别 我讲了很多遍 然后公司类型 公司类型 我特别区分是这样子 2022年 我这么区分的 就是分的什么呢 区块链公司 和非区块链公司 两种 两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每年毕业生那么多 每年IT毕业生那么多 我们光GS群 前端群 就俩了 满群 1000个developer 在澳洲 依然不够 为啥 因为很多很多的IT的人 他们进入Troning公司 所以说他不在咱们所谓的传统的 这部分地方求职了 咱们碰到了 广告 公司 job 机会 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区块链是另一个世界 他们的工 他们的工作更多 然后基本上不会在主流面前能够看到 所以说很多人 他们其实进入Troning公司 然后他们并不在咱们的主流事业范围内 然后这部分公司 需要大量的人 然后为什么呢 就资本和人才 在资本 你如果看到那个叫 沈南鹏 他们的红杉 就全部奥印到Troning 然后有人才都追逐到Troning公司 然后web3 什么什么东西 如果你们想去Troning公司 我是建议是什么呢 看一下Benzmodel能不能看懂 或者说能不能看懂 他们的靠不靠谱 他们团队靠不靠谱 这个很关键 因为有的 因为Troning公司找不到人 可能他们团队不靠谱 或他们创始人不靠谱 都有可能 所以Troning公司 你们得看一看 一般的Troning公司 分割韭菜和不割韭菜 两种 割韭菜的公司 你要小心点 不割韭菜的公司 要忍耐一点 因为不割韭菜的公司 可能工资低一点 割韭菜的公司 可能工资高一点 这是Troning公司 然后非区块链的这个行业呢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一个传统行业了 就互联网科技公司 互联网类和科技类公司 互联网不一定是高科技啊 高科技主要是那些突破型的公司 但这类公司的话 主要是低这套产品比较多 像前面刚才说的 这类公司会 它的人才会比较聚集 然后他们比较关心人才 那也就是说 这类公司的工资会很高 然后传统行业加互联网 这是这样子的比方说 比方说你们常知道的美团 等等 这些传统行业叫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赚钱的地方 一部分是 你得看他 还是得看他的那个商业模型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他的公司 遍地开那种的直营店 所以说他们的很多option的cost 他们都会放到这种直营店上 或者说分店上 上千家分店 所有的成本都放到上面了 那他们的互联网话 肯定会偏低的 那比方说美团 为什么还是互联网公司呢 因为美团 你没看到他线下遍地分店 比方说几万家分店 那都没有 可能一个城市 一家售后中心 或者这类的东西 那像别的行业 大量像奶茶 各个街角 有各种奶茶店 它就是属于互联网 传统行业 所以这种传统行业 加互联网公司的话 他们的是 IT更多是属于 帮助他自动化 或帮助他加速的 那他新手会稍微高一点 但他更多的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整个business model 就是个broker 就是个中介 就是个中间商 其实啥都不是 甚至说什么共享 就是个租赁 就是之前的传统的 一个租赁平台 只自动化一下 所以这类公司 它更多是属于 传统加互联网行业 改变了传统行业 但他对IT 就是因为你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薪水嘛 这个薪水的话 肯定是比前面要低的 他的模型就决定在这里 然后更低的 就是传统行业 传统行业的话 就是IT 就是整个就属于 帮助类的 supporting类的 不属于核心类的 那就不行 甚至说 你想提出意见 想提出一个看法 不会采纳 这一部分 这个公司的话 可能一半采纳 一半不采纳 这个公司 非常重视你的意见 你提的意见 他们可能会非常慎重的考虑 所以说这类不同的公司 对于IT的职业发展 是不一样的 或你认为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 我区分的是 trollian公司和 trollian公司 我觉得你们 是可以关注一下 尤其是今年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火 trollian 比往年都要火 这是我最近调查 问了很多很多的人 感受到的 然后你们在选offer的时候 像我刚前面说的 你选offer的时候 你们注意 其实我目前总结 主要是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合同 这合同就是看一下 你这super的计算方式 这是非常非常隐晦的 所以说你们在谈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这plus super inclusive super exclusive super 到底啥区别 就是这个里外里 能相差10%的工资 就是这super 很多的时候 它可能就叫 如果你说 你拿到的薪水 叫12万的package 我们一般就叫 inclusive super 就是包含这个super 当然你一般会问一下 H2 这个是到inclusive super 还是exclusive super 那所以说 如果12万的package 你真正拿到的base 其实就乘以90% 那就10万8 那10.2万是属于 那个super的 然后plus super 和exclusive super 就是说它不包含super 比方12万加super 那就是说 要再加1.2万 就是同样12万 你就拿到13.2万的package 然后你的base是12万 所以里外里 其实相差百分十几 然后有的公司的合同 它其实都会写 conflicts of interest 就是说 你是否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 会跟其他的一些party 就是说有核心业务关系的 这公司有一些interest 就有些利益往来 那就是这个就会违反了 我为什么写这个呢 是因为有的公司 我不知道Amazon 现在还有没有这一条 因为Amazon有这 之前北美的合同是有的 就是说你在Amazon上班 你是不能去做跟Amazon有利益相关的行业的兼职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Amazon基本上把所有行业都很寒阔 涵盖了 所以说它不能去做任何的兼职 好像可以做外卖员 但其他好像都做不了 就是conflicts of interest 你可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规定的 因为我知道我有的 因为我们的tutor就有一位是 他签的合同挺好的13万 然后呢但是他们公司不允许他出去搞兼职 任何兼职都不行 那相当把这个人给锁在这里面了 那就是不合理的 而且Fairware里面也不会规定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是给公司一天贡献八个小时 但是公司想让你一天24小时 就相当把你锁在这公司里 那是不合理的 除非什么呢 除非有的公司 公司啊给你非常高的性质 就比方给你20万30万 他就把你这剩下16个小时给买下来了 那我觉得合理 就是你给钱多一点 然后不出去打工 也可以有的公司给你8万块钱 然后不让你允许出去打工 补充一下 我觉得就不合理 然后又是notice period 有的公司啊notice period一周或者四周 你们要知道就是notice period的关系到 你是被你是开除公司 还是公司开除你 如果你开除公司 你给一周notice period 那在一周真的要完成工作交接的呢 如果公司开除你 如果公司给你四周的notice period 就可以给你四周的工资 甚至说你可以不来公司 但是他要付你四周的工资 这就是这个比较trick的地方 这个是你要可以看一下 review就是说你的工资啊 你的工资是什么时候review一下 就是半年一个季度 还是一年review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有的合同里面会写 涨薪多少 比方说5%的涨薪 就是跑赢通胀 可能5%的涨薪 甚至说10% 这个得看有的时候他不会写了 大部分的合同是不写的 这是合同你们可能就是选off的时候注意一下 然后职业发展呢 我其实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做做创业的 所以我其实在职业发展 我跟大家走的是不一样的 职业发展的话 我是你们可以想一想 你是走职场 以后不再不会做创业 就是在这条路上一直往下走不去 走得更高的职位 拿更高的薪水 比方说你后面可能去google 然后拿30多万薪水 那也可以 一年30多万省事 那如果走创业的话 那你可能心态就不一样了 你可能更多的是 以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职场的话 你如果在职场里面走 那你肯定比方说 你往上攀灯 你得做leadership 你得做commitment 然后你需要去花很多的时间 放在公司上 提升自己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像我是做创业的话 我是需要更多的私人时间 八个小时打工 打工完之后 剩下16小时就都归我 我得放到我自己创业上 所以这两个其实不一样的 心态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职场和创业的区别 大家一定 我是觉得要区分一下 然后职业发展的话 我个人认为 目前能决定大家去留 就是股票和期权 就是股票和期权 类似的东西 你要不要留在这公司 或者说公司走 这是非常trick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 我其中有一个学员是这样子 他给的options 没有给很多 一共给1万 但是分4年发 比如说一年2500 不是 一年2500 所以说他的base加2500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就导致 我这个学员 基本上不会跳槽了 他想把这4年的 这个option拿走之后 再跳槽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作为企业的话 一共拿出1万块钱来 就可以让这个员工 呃 卖命干活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option 非常不错的选项 那你如果要去拿期权 一定要知道这个公司 呃 我一般 有人一般问我 就是说我去面临 收立好几个offer 其中有一个是给股票的 呃 那我一般会这样子说 就是你首先要看看 这个business model 和revenue model怎么样 你甚至说可以问公司 你们的business model 或者说你们的revenue 从哪来 你们的funding从哪来 这个一定要问 啊 为什么呢 因为给option的 给options的公司啊 大部分都是小公司 比如说Atlasen 当时我 毕业的时候 我是14年毕业 Atlasen当时给的工资 是8万块钱 啊 8万奥币的薪水 一年啊 我就觉得挺低的 因为我有一个offer是12万 然后我觉得去4万去一个 我其实当时也不知道 Atlasen是谁 然后去一个 去一个Atlasen 还是悉尼 还去悉尼生活 8万块钱怎么活啊 我就不选 所以这business model 和revenue model 其实对你未来很关键的 如果你认为 呃 这个business model 或者revenue model 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有前景 非常有前途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你如果不特别在乎 这个钱啊 钱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 你说不定就自由了 真的 就你的人生就改变了 不像我就 根本就不看 呃 之前的一个 不好的一个经历啊 然后公司的 还有个 还有个事啊 你要看一下 这公司的产品 的技术战的新旧怎么样 然后他们的技术氛围 呃 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个事 刚刚我前面说的 这个公司类型 这公司类型 跟revenue model business model 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个公司到底赚不赚钱 是烧钱的 还是去赚钱 或者他们的创始人 很会来事 很会搞钱 那也行 所以这东西 你得知道 你才能get off 所以我列了一下 大概 就是说这个salary啊 我一般是这么分啊 就是说 你这个tc总包 一共多少钱 然后具体 你每个月 能收到的工资 因为这个salary 比方总包 刚才说的期权 和那个股票 这期权和股票 是不给你发下来的 就是说 你并没有去拿到 真实的钱 所以说 呃 所以说你 比方说 你明明是30万的 一个package 但是呢 你的贝子只有12万 或者只有10万 那你每个月的工资 可能就一点 就拿那么多钱 但是17万 是放到云上的 从来没有兑现过 一直在云上飘着 那这就是一个区别 所以说 你得看能不能承受住 然后呢 其实大家可能 还用一个好处 其实说实话 tc高啊 贝子低 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好处是你的 交的税少 因为12万到15万 你其实最后拿的 after tax的income啊 差不太多 说实话 你用10万 12万 15万 16万 其实你最后发现 你每个月的收入 差不了太多 你如果算给你知道 差距非常非常少 这差距小到什么程度呢 你像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我之前在大学 大学的时候 做贷购 那差距啊 还不如我卖 卖一箱奶粉转的多呢 每个星期卖一箱奶粉转的多呢 所以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哪一个更实在 更实惠 因为这个税是调节 最后收入的 然后TC高 也就是说你的股票高 好处什么呢 好处是你哪天 真的不想干活了 你可以靠股票 卖了养活自己 就是你的资产 在云上 但是你可能没有兑现 然后你只要不对线 你就不用交税 所以那个上面的税 一直比方17万 17万资产 一直在云上飘着呢 天上飘着呢 你需要的时候 再兑现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TC里面啊 被子第一 stock高的好处 看大家 看大家一个经济承受能力 所以我一直说的 就是说看你 比方你的家庭不错 你的父母 挺不错 然后家里没什么变故 也不需要太多的钱 大部分的钱 你都可以养活自己 我觉得就行了 其实因为 因为你只要不买设置品啊 不去搞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一年十二三万 Days其实就OK了 出去游玩 出去旅游都够 但是呢 如果你敞开买了 那肯定不够 所以说这个得还是看个人 这个经济承能力怎么样 然后你到时候选的sary怎么样 尤其是有的人涉及到买房啊 买房 很大特点什么呢 股票不能兑现 这个股票呢 还不会进入呢 进入到什么呢 进入到那个贷款里面 所以说这个都是在看自己个人情况 到底是自己属于哪一个阶段 如果你这个经济能力 经济承受能力不错 那你可以去找那种股票高的企业 我觉得会不错 然后如果你是看你怎么选择啊 然后你看 像我刚才说的 就看这个公司 什么呢 这公司的估值是多少 这估值的话 你面试的时候可以问 或者签合同的时候可以问 然后你可以再问一下 这估值你们怎么算呢 因为比方说 我说嫁人十个亿 谁给我算 我说十个亿就十个亿 没什么用 你得有一个计算方式 它的公式是什么 一般公司是这样子 如果它是区块链公司 不是 如果它是startup 一般是一年的revenue 乘以十倍 就属于这个公司的估值 但是它是按照十年去算的 所以说它十年的估值 大体就是比方说一年二百万 那它的估值是两千万 是一个比较基本 比较简单的一个计算方式 因为startup它是大约30%以上的 turnover的提升速度嘛 就是加快速度 所以说大体是百分十左右 这是企业估值的计算方式 比较简单就成为十倍 第二种是企业融资 因为大部分的startup 都是要融资的 你得看这融资能力怎么样 看它的创始人 会不会搞钱 不会搞钱 你这options啊 哪天倒闭了 那就啥也没有了 那你这赌博 这个赌自己的时间就失败了 所以这个是 看这企业融资 看这企业融资的能力怎么样 如果比较不错 像Canva的创始人 它的融资能力就很强 所以说你去跟着它走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这个公司 Benz Model是什么 这个Benz Model是怎么赚钱 然后第四个是行业 你如果进入一个西洋行业啊 就是这个行业本身 已经快完蛋了 你还进入这行业 就不好了 那就是你在这可以学学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什么靠发财梦 就不好 如果这行业是新兴的 比方说去华链 还有很多行业 你根本看不懂 但是呢 有热钱进来 你就你们要记住啊 就只要有热钱进来 这热钱呢 不管它好钱还是坏钱 油资还是那个空头 都行 它都属于行业 蓬勃发展的这个象征 所以它不管泡沫也好 不泡沫也好 这个行业就是个好行业 你们就可以看 有没有机会进入 然后技能 这也是应该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说这个技能 一般我会两种啊 一种是 基本技能能不能提升 就是他们用的技术站啊 是不是新的 有的技术站 可能真的就是非常old 非常old的系统 你在那学 你在那干什么半年 可能就废了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是看自己的设计能力 有没有提升 就对全局 high level的这些东西啊 或者说cloud的这些东西 架构的这些东西 能不能提升 你有办法接触到 如果你能接触到 你可以你的能力 可能进入到下个level 什么level呢 比方说你的薪水是10万 或者你的薪水是9万 你进到下个level 可能就13万15万 这个东西就是看 你能不能做production 那些事情 如果你能做production 你就有办法能够提升 如果做不了production 那你这个能力可能就很难提升 永远就是一个小马农 就是没办法提升了 那从企业这边 你可以考虑的是企业技术站 然后有没有新项目 然后上一期 你的上一期的薪水怎么样 你可能问不出来啊 但是呢 你可以怎么说呢 去查一下 大体可能薪水怎么样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 代码质量和工作习惯 就这公司啊 你面面呆 得看这个代码质量好不好 它整个review过程 是不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这个 在这个公司里面 代码质量不咋低 大家的工作习惯都很差 那比方说 你想进入at lesson 根本不可能 因为at lesson 它会考察这些 如果你在live coding 根本就过不了 尤其你平时代码 都不注重的话 就过不了 然后工作压力 就是说 看这个薪水 跟个人发展啊 就是加班 然后这压力 对你的晋升 有没有提 对你的晋升 有没有帮助 等等 然后福利 有人可能 可以去 咱们就可以去衡量一下 活少钱多的压境 最常见的 然后有没有working from home 等等等等 然后一般很多的时候啊 如果你们是刚刚找工作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的直系领导 就是说你的senior over okay 就是能力行不行 能力强不强 如果你的直系领导 能力不强 你可能在他上面 学的不是好东西 可能学的是摸鱼技巧 那就不好了 然而这个行业 这行业 你进入这行业 是不是有机会的行业 还是你去一个 已经日落的行业 这都是你们 如果是要去选offer的时候 去好好想的 然后呢 我一般是这么建议 就小 有的人会问啊 我去小公司 还是大公司 我强烈建议是 去大公司 因为小公司 你看做的东西很多 但它不标准的 尤其是代码质量啊 除非你的这个领导啊 就我所谓的 你的直系领导 对代码质量 要求很高 或者他这个位 直系领导 之前就是一个 大厂出身 那它本身 这个对代码啊 coding啊 要求很高 那你进入小公司 你能学到很多 正确的东西 但大部分的小公司 他们自己的领导 可能就没什么 能力 或者没去过 什么大公司 他们带来的 都不是一些优秀的 优秀的管理方式 或者代码方式 那你学的是一堆不好的 那你再进入大公司 是很难的 就基本上面是 你就发现 刚才我说的 T23就面不过 就进不去 那就很难 所以这是 你们其实需要关注的 但如果你们去大公司 去有名的公司 或者去人比较多的公司 那你其实学到的东西 或者说眼界是打开的 小公司的眼界就是低的 然后呢 你再去哪呢 就是去创业公司 创公司什么呢 这公司必须给你 原始股 不给你原始股 你可以不去 就去那种 有原始股的公司 要不然你何必去 从大公司去 加入一个小公司 创公司 你都没听过了呢 就没必要 所以我一般是这么建议的 我知道有的学生 是直接进入创业公司 挺好的 主要是你的领导好 那你进入这个公司 是选择是对的 然后一般我们 在公司里面 会分这两种方向 就这个产品方向 和自民服务方向 一种是做产品的 一种是卖服务的 这卖服务呢 就卖时间 所以这两个公司 这两种不同的公司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什么呢 这边的产品的技术站 是定的 就说比方说 Adolescent 他们有一个部分用NodeJS 那他们就是要NodeJS人 他们不会要一堆 其他别的 类似 我就举个例子 类似 所以这产品方向 大部分的技术站是定的 所以说你需要按照 他们公司 正在用的技术站去走 不能再去搞别的 比方说 人家就不用PGP 你自己学个PGP 非得面 那Lesson 怎么可能面过 不可能要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你去这个公司 人公司在用什么 那就在 你就去面什么 除了什么呢 除了Google 因为语言是个很简单 但是技术比较接近 你拿到offer纪录会更高 除非什么情况呢 除非 比方说去 NodeJS的人 一个都不去申请Adolescent 然后你作为PGP 只有一位申请 就是你PGP 那Adolescent可能就要PGP 但如果你的竞争对手 一堆NodeJS 他就不会要PGP的人 其实就这么简单 得看你的竞争对手 你跟竞争对手比怎么样 这产品公司 然后咨询服务公司的方向 是什么意思呢 你会碰到的技术范围是很广的 产品方向的公司是技术 深度是深的 是一个广一个深 所以接触的面不一样 像这些公司 你能接触到很多公司的项目 比方说你去Nab Nab一个项目 报给德勤了 比方Afterpay 比方Sentimander Sentimander的一个公司 报给Seltworks 然后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能接触到不同公司的项目 这样的话 你学的技术上更广 但不一定深 但是广 所以说这一类的员工 他其实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他去有些公司是非常吃香的 就是从资讯服务公司比较广 学的东西比较广 然后进入这些公司 其实相对来说 还容易一些 稍微容易一点 因为比方说 MyYob和Afterpay 它的技术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从MyYob跳到Afterpay 是不容易 因为你的技术上不同 所以你进入Afterpay 有点难 但是资讯服务 咨询服务方向的公司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consultant 你作为一个咨询师 你接触过很多很多项目 你进入这个公司 可能你之前接触的一个项目 就跟他碰到一起了 那你进入这个公司 他技术上很多是接近的 那其实就挺不错的 所以这是这两个不同的公司区别 然后工资也不一样 一般这类公司的工资 明显高很多 然后consultant公司的工资 明显会低一些 但是低没有低很多 一般也就低一两万 没有低特别多 然后我们的 因为群里还有人问是 我们的一个web全站3 全站班的P3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大项目 因为刚才前面最早的人也解释了 就是说什么是培训4.0 3.0 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培训4.0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讲 就是家人最 从5月份最大的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全站班 我们这个P3 比如说现在很多公司知道的 就是说我们会 一个项目组里面 会有多个developer去参加这个项目 同时呢会包括DevOps和Scrum Master 多两到三位DevOps 还有加入EVBA 所以这组成一个项目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完整的项目组 去做项目 那我们做完项目之后干什么呢 这四个不同的培训班 这是家人最大的特色啊 不是前面那些老师的特色 老师不是特色 家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这个 然后世界上独一无二 你没有办法去其他的 不可能找到 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全站班 你们知道的 web全站班 可能有人知道啊 然后Dilose班 BA班 BA实习 UI实习 这四个不同的人呢 组成一个大团队 就组成一个大团队 然后呢我们会最后做一个大项目 大约持续要三个月时间 不断的去coding 做完项目之后呢 就我们所谓的一个四个大团队项目 我们会放到一个叫bootcamp roadshow 路演或者你们可以叫project showcase 两种名字都行 这干嘛呢 我们会进入到这个showcase里面 然后邀请呢各种各样的企业 你们最近可能看到了 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去邀请不同级别的企业 这些企业是已经确认要来的 目前十家企业确认要来来这个showcase 这个干嘛呢 这些企业可以直接要人 直接要走学生 不错的学生可以直接建立面试 面试比较快 因为他们去都是比较高级别 都是partner senior级别的 我说的senior是那种 就是那个猎头 recruitment部门的senior 还有是部门的director和manager 会过来看 然后直接跟这些学生联系 然后呢我们也会直接提供 学生linkin和简历等等等等 然后直接提供给学生 所以说他们会在 我们这个showcase里面看 然后呢我今天 因为群里问啊 我今天给大家第一次展示一下 怎么样 就是什么样 最后变成的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那天展示的 说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到吗 是个小孩在这里跑 然后到时候会所有很多不同的企业 会过来类似于网上的 然后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team 这期是因为15期嘛 15期是6个team 然后你可以看到123456 然后都在左侧栏 然后首先他们会先步入到 seminar里面进入到这会场 这会场的话 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说话 就是每个team会跑到这里 做演讲 然后去展示 然后我们可以分 我们可以share屏幕 share屏幕完之后 这边是有些走廊 比方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 这些project的具体信息 是什么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展示 包括它的名字 email resume video 介绍 等等一大堆 然后这样他们可以看 然后呢 底下人可以在这坐着 就餐的人可以在这坐着听 因为只要在这个room里面 都可以听到具体内容 那出了这个room呢 他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阶段 是在这里举办seminar 然后呢 后面的阶段 就是跑到这个team里面 那所有的组员会跑到这里啊 然后其他的公司的人呢 就会跑到这里跟他们谈 谈合作 所以这是大体的 最后我们会这么展示给大家 目前 我们所谓的showcase 是这么做的 这个呢 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展示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pincident 然后呢 目前的话 主要是这四个班 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四班 先进入4.0之后 数据工程再进入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 摊过这个浑水之后 然后数据工程再进入 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所谓的4.0 到底除了那东西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 它 我们更多的相当于是一个平台 就更多的相当于是一个平台 就是找工作的平台 然后呢 我们之前找工作的同学 会在这里面去拿到一些奖励 现在的话就实打实的现金 然后呢 这个平台呢 会有更多的经验的学生 企业和家人训员一起 然后呢 终点什么呢 终点我们会往web3和dall和ft这边走 比如说只要参加这里的road show的同学 他们也会接触 稍微接触一点点web 区块链的一些概念 然后大家除了现金的奖励 还有其他等等等等奖励 所以这是我们 未来往前走的方向 通过这个部分 所谓的一个平台 也有所谓的一个大社区 如果懂区块链的人 可能就明白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事 然后最后解答一下 我们的活动群 里面大家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当然在看聊天 第一个问题是毕业后 gap的时间怎么解释比较好 首先啊 澳洲的公司基本上不会问你gap 就是你一年没干活 没啥问题 或者说不会影响你求职 公司只关心你最近一年 做了什么 如果你gap了一年 什么也没做 然后直接毕业 那确实会问你 因为没什么可问你了 又没工作经验 也没项目经验 然后gap了一年 然后毕业 什么事没干 那确实没什么东西问 才问你 但你要知道 如果说正常的一个 去求职的人 你gap了一年 然后再做了一年工作 中间gap的时间 根本不会问的 大家其实不关心 因为大家就是关心 你的技术能力行不行 所以说其实这样子 我进去什么呢 你最好gap这一年 真的不要纯玩 得干个事吧 你上个课也行 你打个工也行 你不能真的纯玩一年 那就那没办法了 那企业不想要 你这很正常 我都不想要 除非自己生病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拿到多个offer之后对比 怎样更有效的 去offer match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这offer 首先你看这个钱 怎么样 如果钱差距不大的话 看公司 公司不大的话 就看未来发展 像我前面跟你们 已经取得了一个table 你可以稍微对比一下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还在读书的话 去找两 在读书期间 找两到三天的partime 可不可行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有没有 半年工作的时间 也没有用再谈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我基本上 每周都是有三天的developer的partime 而且如果你看你周围的朋友 或者有些能力比较强的 你可能 他可能就一直有partime 就developer 并不是说不能找 只能找到的 就看你能力行不行 你能力OK才行 你能力不行 根本就 这partime肯定找不到 所以这第三条 就是看你的能力行不行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阿德这个地方 怎么找工作 阿德这个地方 找工作跟其他城市 差不多 因为阿德主要 都是做developer的 你这能力OK的话 你去找一个阿德的developer 没什么问题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难度是比别的城市难 但是工作是肯定有的 那就看你这能力得比别人强 其实就这么简单 既然国内可以内卷 阿德也可以内卷 所以我是建议什么呢 如果有时间 就卷自己 然后多写项目 多做项目 你就比别人强 你会发现 在阿德找工作不难 我也没觉得 在阿德找工作特别难 就是看你自己能力 如果英语不行 去提高英语 没有工作经验 去提高工作经验 没有工作能力 去提高工作能力 缺哪个补什么 缺哪个提高什么 然后大家就去找份工作 没有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第五个是 请问不同IT毕业生的平均薪水 这个我没办法说啊 因为我们自己的学生 有平均有八九万的 有十万十二万的 然后我自己的产品经理 前段时间找了一个 十二万的developer经 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一上了就十二万 所以这个东西没法说 而且毕业生啊 我就IT毕业 IT这么难找工作 不是IT这么多的岗位 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大堆 无工作的一大堆 我见过太多了 像最近有人说想来做实习 然后我问了一下 会Gate吗 不会 会GS吗 不会 只学Python 然后其他什么也不会 数据库呢 不了解 不会 那你觉得你们觉得这样能找到工作 都毕业了 什么也不会 Gate也不会 怎么去找 没人会要的 然后JP的话 不管你这三靠不怎么要好 大约就是七万五上下 七万七万 七万七万五八万 但JP一般是这样子 两年时间你的薪水不会变 你的朋友 你拿了JP这个岗位 你可能是比方七万八万 但你可能你的朋友挑了两次槽 你已经十几万了 你还是七八万 所以这个JP啊 看你自己适不适合 因为走Gate Program 得看你去走哪一个岗位了 因为有的人走Gate Program 最后做的是BA 有的可能最后做的是TESA 有的可能最后做的是DevOps 所以这个得看自己 走JP 而且JP是很难的 虽然的工资不高 但是很难拿到offer的 然后其他普通公司 我因为不知道啊 你这个如果真的很care工资 你又可以看看 那些我们发过的offer的奖金 是多少 12万13万都有 但如果你只care这个平均薪水的话 就是六七万 六七万左右 哪个城市都差不多 都六七万左右 但如果你想去跳出六七万 如果还想跟其他人差不多 甚至说六七万都很难找 六七万的工作可难可难找了 一堆人抢 一堆人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抢这六千的工作 你八九万一堆真空找不到人 十一十二万找不到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么care这种毕业生的薪水 就好好提升自己 十万十二万 太一大把了 这太太什么了 我觉得我之前 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 十二万薪水 我觉得我可牛了 我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我牛 而且我们的学生一堆十三十五万的 一大堆 我都觉得我这个十二万就太low了已经 然后六 第六条是朱涅 选哪方的表现前途 朱涅的话 我建议还是一样 其他人有前端 比较稍微容易一些 因为后端 这个坑比较稳 就是说 这个后端的工作 他的换的人比较慢 比方说你说是做php 那如果做 做labor这个developer 他跳槽不会那么勤 所以他坑出来的比较少 这为什么后端的人 稍微难找一点 我只说的是稍微难找一点 不是说难找 因为做后端的人 跳槽没那么多 做钱的人非常喜欢跳槽 所以说后端就是找工作 稍微难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 你后端一点经验没有 Message Queue没有做过 Advice没做过 Advice没做过 你做过Azure也行 JCP也行 都没做过 还想选后端 基本上不可能 要不然就选一个传统的web公司 做wordpress 那可能可以 如果那些东西你都没做过 你PSP基本找不到 因为后端就是要做那些 可能你觉得不适合 不是作为猪年应该去做的事情 那实际上后端很多就做 然后写API 这东西如果不会的话 所以说那个后端其实 是蛮吃经验的 有点吃经验的 如果你经验比较多 你后端会做的不错 还有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可以跟你们说 为什么我一毕业当时就12万 因为当时是做Angular GS 14年 Red还没有出 当时前端是Angular GS统治 它统治的例是什么呢 是99%的市场份额 而且前端刚刚开始 就我当时刚刚入行的时候 也前端刚刚开始 所以说Angular GS 没几个人会用 整个布里斯班就没几个人会用 然后我会用 那我就非常迅速的找到一份工作 而且很高 然后呢我这么短的 我才工作 我就是part time 我工作没多久 我的薪水比公司里工作 三四年的还高 我是一个小皮孩 刚刚毕业 然后Agile还不熟 但是我的薪水比他们高 我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如果要去选方向 你选那种啊 有前途 有发展前途 但是没什么人挤的方向 可能弯到超车 可能啊 可能弯到超车 我只能说可能 但是有点赌博的性质 我一般建议什么 如果你在上学 你最好 还是我意思啊 在上学期间多做点项目 多写点单码 你再去毕业找一份工作 非常简单 最后还差三四个月毕业的时候 一大把工作 可以找到 没有难的 所以说但是如果你的计划里面 你毕业前 你就不写代码 不写项目 那就慢慢来 那就选正常的一个途径 如果呢 你是非常喜欢写代码呢 你可以走那种 看似没什么人走 但是又有需求的方向 其实就这样 比方说啊 比如说 Unity这个方向 过去不好 就是 很少公司会有Unity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是什么呢 不一样是因为 比方GameFi 就是所谓区外力公司 GameFi大火 然后有很多 基于Unity的这种 工作出来了 然后Unity找不到人了 有点开始有苗头啊 我只能说有苗头 我没说是一大量的工作啊 只是说比之前多了 因为现在问我要Unity的人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 Unity可能不一样了 而且因为GameFi大火 所以说其实 你先不管那个GameFi 也没有用啊 但是起码有着需求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个意思 就是得看 你正好做项目的过程中 用哪个技术 然后顺利成章走 但是呢 我觉得不要特别特别在意 特别刻意 这是第六个 这个选什么方向呢 如果说正常 走前端 如果你特别 你特别讨厌前端 那你就走后端 后端Lover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一点项目经验没有 你走Lover没什么用 也找不到工作 我就说还是项目 上线的项目 不是自己在电脑里玩的项目 拿到offer后 期待薪水方面怎么回答 我一般是拿到offer前 会问你期待薪水 不会是拿到offer后 再问你期待薪水 除非是一般公司 他有一个标准吧 比方说他们的这个package 本来就十万 他问你 你想要多少钱呢 如果对方是十万 而且你是第一份工作的话 那你肯定就说 那就是八万九万十万都行 如果你是跳槽 你就把你的想法就说呗 比方说有的公司 想拿九万块钱挖我 我就直接说 没兴趣 太低 那不就很正常吗 所以说这个薪水的话 就看自己到底是 处于什么阶段 比方说你就是第一份工作 那我建议是六七万差不多 八九万也行 先拿到一个工作 先进去 再说 然后再说别的 因为你六万七万八万 对我来讲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又不是过了十三四万 你纠结 那一两万块钱 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的 第七拿到offer之后 然后你的薪水怎么回答 你就给一个准确的数 这是最最直接的 把你的心中的所想 告诉就行 刚才说 以报名的学生 如果想去旁听 showcase的话 是怎么样 我刚才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那个什么样 但是呢 如果说目前报了名 想去旁听的话 我们只能用zo 我们用自己的电脑 会在旁边听着 但是不会给全线开放进来听 因为有很多的企业 尤其是很多的 比较高级别的 manager会来 不会开放给外面人去听的 然后第九个 有两年时间计划190 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现在PSW是三年时间 不是两年时间 PSW毕业是三年的签证 然后如果你计划190 然后是推荐 先大城市攒经验呢 还是偏地去找工作 我觉得是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首先是这样子 如果你去偏地区 那你就坐的是491 或者走的是190 那偏地区找工作 本身就难 如果偏地区想坐186 难上加难 那如果你想去 在大城市攒经营 做雇主担保移民 我说实话 我觉得雇主担保移民 是一条非常不错的路 为什么呢 公司基本上都可以担保 只要能发下工资的 这种公司 所有公司都可以 自作担保 不再像之前那样子 这个公司啊 担不担保你 最主要的原因 倒不是老板 是那个HR 能不能积极担保你 因为很多HR就摸鱼 很多公司的HR是摸鱼的 明明是可以给你担保 他故意给你拖 拖着担不了保了 是有可能的 当然他又不担责 但是公司作为老板 我就跟你们准确说 我作为公司的老板 我是非常希望 能够担保人的 就为什么呢 担保有什么好处 对公司有什么好处 首先 现在雇主担保 公司只花一万澳币 就说包括所有的签证啊 包括那个 包括律师啊 包括什么什么东西 公司花一万 但是换来什么呢 换来的是这个员工 稳稳定定 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 这个deal太好了 所以说这个 首先这老板 首先是OK的 他愿意的 这个deal 只要这个老板 脑子不是 脑子是正常人啊 能够算过账了啊 他们肯定是愿意的 最不愿意的是什么呢 最不愿意的是HR 因为相当于是 明明HR就是干那份活 然后老板就让你去 去搞一个雇主担保 他可能又没干过 他就觉得很烦 他就不想干 所以说很多的HR 是这么一个心态 并不代表公司不给你担 是HR的问题 公司有个很好的HR的话 会不错 就是把这雇主担保的事 全部搞定会不错 然后雇主担保啊 是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大公司 你们要记住 大公司 巨大公司 超大公司 他们有自己的合作企业 就是雇主担保 因为雇主担保 相当于是公开财务 公开最近一年的财务 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一家移民中介 你们可以想想 比方说什么指南针啊 纽星达啊 如果说Atlison 把自己的公司财务给这两个中介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不会 他们根本就不会给你担 所以说公司担保的移民中介 都是跟他们签合签协议的 就是跟他们合作的 就所有的公众 所有的这些担保 可能比方说德勤 你们可能不知道德勤有 有这个业务啊 有移民中介业务啊 比方说把这个 这个case呢 给德勤去做 德勤帮你做担保 就交给这种form啊 会挺不错 但是呢 你们要知道 就是我跟你们 一个建议啊 如果你要走雇主担保 一定要每天发邮件问去 问进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对你 没什么责任感 其实他给你拖 拖成你没任何签证时间了 把你拖走了 都有可能 因为我之前的同事 有这样子的 就最后给我拖 把他拖没了 拖成了爱沙尼亚了 回欧洲了 还有回南美了 都有 但是那个HR 根本就不会负责 就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们要做雇主担保 一定要不断的去问 甚至说你 逼到general manager 都行 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说公司愿意给你担保 是真的愿意担保 不愿意担保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HR 就这么一个人 不愿意给你担保 所以其他人 其实都愿意给你担保的 然后我建议是什么呢 190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下 你们应该学美国 先去找工作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两年的 两年的那个学生签 或者说学习期间 你应该在一年 刚来澳洲一年 你就准备好 一年之后的工作情况了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刚刚毕业 你拿PSW签证的时候 你就有一份工作 正好三年 直接走186移民 而且你们也看到190 新州的190 从一年工作经验改成三年 那不管它什么的趋势啊 它的趋势就是要一个 有工作经验的人 所以你们不管怎么走 它就是工作经验 工作是最优先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你们先找个工作 工作之后可以走 雇主担保 18482也好 186都行 因为186 其要上去啊 就一个月之后就下签 很快很快 因为我走的是186 所以我对186比较熟 然后我 因为我们当时457 没有482 所以457当时是直接就 雇主担保了 482要两年工作经验嘛 所以说你比方说 你PSW签证 两年时间 你在一个公司里 或者说在其他 多个公司里 只要工作满两年的工作经验 你可以直接走482 如果这公司不愿意给你做482 你可以直接翘槽 换一下公司给你做482 都行 因为只要做482 你的工资就会降低 肯定它会把这一万块钱 算在你的工资身上了 比方你本来失望的工资 你要做482 公司一般 HR会告诉你啊 因为做482 我要给你开9万 我觉得可以 反正你能拿到签证 你能拿到PR 剩下都好说 所以这个是两年 然后当然你去大公司啊 比方Amazon 有些公司是六个月 才给你去做担保嘛 比方Amazon是 你只要进去Amazon 它第一个月就可以给你担保 就可以第一个月 如果你买了三年 你第一月就可以做担保 186 甚至说你第二月就辞职 都行 有的公司是三个月 一年或者半年 只要有公司明确规定的 我觉得这公司算是不错的 算是有章法的 你可以放心去 那如果有的公司 没有做过经验 然后你的公司 你看到乱七八糟的 然后这老板呢 没弄两口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可以先去这公司 记了经验 再跳一个 给你担保的工作 会比较好 然后因为担保跟190 可以同时走 因为190的是政策啊 随时在变 你不知道190什么时候变 你变了之后就完蛋了 说不定就真回去了 所以是你 尤其最近上海的事 很多人想移民 然后第十个有人问的是 contract的类型的工作经验 会不会以后申请移民有坑 我明确告诉你没坑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年的contract 我最后走180186 我之前contract的工作经验 完全算了 没有任何的损失 所以说走移民 没有任何的坑 我个人认为啊 因为我申请是有点久了 之前是没有坑的 正规的一个contract的工作 OK 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基本上今天就讲完了 然后对 我看聊天里面的问题 聊天里面的问题 刚才说的Tier3啊 Tier3 我看Tier3是什么 对Tier3一般我们都叫总包 基本上都是加incentive 就incentive啊 你们会发现是20%或30% 这个incentive也是有点坑的 就是比方说你是10万的工作 再加1万的super就11万 如果再加30%的incentive 也就是说大约加3万3 所以说你最后的总包是14.3万 让你感觉 我的薪水过14.3万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incentive 这个bonus是有代价的 什么是代价呢 公司会有一个明确的 我们叫dimension也好 或者说metrics也好 就是会打分 你分数越高 或者说你贡献度越高 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们有每个公司不一样啊 然后你可能拿到百分之多少的incentive 一般是有个明确的 但是一般你签合同的时候没有 所以你在签合同的上面写的incentive 比方30% 但合同里面是不会写incentive 具体怎么算 绝大多数是不会写在incentive 不会写在合同里面 因为基本上都是manager会告诉你怎么算 而且这么算啊 经常变 所以说这incentive你们要自己考虑 20% 30% 然后你可以问一下 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计算方式 有什么标准能拿到 然后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得看你们倒是怎么沟通了 刚毕业第二个人问的是Jordan 刚毕业没PR哪个工作好找 刚毕业没工作 所有engineer类的都好找 只要是跟engineer这个title有关系的 都非常非常非常好找 而且不需要PR 然后第一班现在还没有到4.0 因为我们现在还 第一班的话还处在3.0 然后我们需要把第一班的东西再打造 打造的更好 到时候的时候我就会引入到这个了 然后但是目前的话 只有全站DevOps和BA和UI 这四个方向的班是会进入4.0的 然后一位问的是 我可以全评 一位问的是 一边读IT master 一边兼职IT打工 一周三经验工作一年 逼的时候可以算工作经验吗 算 得看你一周二十小时吗 因为现在那个议会 说是4月份不是要商量的 student visa能不能全职工作吗 貌似没有谈 或者我没有看后续报道 前段时间还有说 那个ABC还说过 但是后面就没有后续报道了 我估计议会也没有算 因为5月份大选 所以说也不知道 然后这明确说 只要是你这做的IT 比方做developer 就算工作经验 因为很多人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些公司都是给担保的 但是在网上是不会看到的 因为HR跟我说了 因为这些公司 他们在网上不告诉你担保的 然后呢 他们希望什么 像PSW签证改了 还好 比方说 他们希望担保 就像我说的 担保对他们公司是有好处 非常好的好处 所以说这个 工作两年 不是工作呢 一周工作三天 二十小时 是可以计算在里面的 然后呢 也会计算到移民里面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是前端班吗 有前端吗 我们是全站班 全站班 Full stack 包括frontend和backend 然后我们是必须要求学生 必须学前端和后端 不分开交 永远不分开交 因为现在企业就是要 Full stack 就是要后端加前端 如果你看那些JT 上面明确写着 比方说他明明是个frontend developer 为什么还需要 Node.js经验 或者Drava经验呢 或者明明这个工作 只是要Drava developer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frontend的经验呢 所有都是这么写的 不管你是以后面 面的是frontend 还是backend 都是要这么写 你如果不会是不可能 我就明确说 这么多年 五年了 我送这么多人 我可以明确说不行 五年之前 我就已经确定是Full stack了 怎么在澳洲上学的时候 找到实习 实习网站上有啊 我们网站也有实习 然后各大公司都有实习 然后呢 说实话 就是看你能力和你的GPA 如果你在需要期间 你想找到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看你能力和GPA 就很直接 然后从你们培训完 找工作的比例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了 然后很多人会问啊 工作比例是多少 抱歉我们不会统计 也没时间统计 因为找到工作的人太多 我们现在主要服务于 找工作的人 然后呢 有没有一直没找到工作的 有 有的人呢 我知道 从第八期上到第十六期 从来从来从来 不去做项目三 也组队呢 也不写代码 然后被组长开除 这种人都有 因为他又不写代码 他们连有的人 NPM都不知道 怎么启动 Server都不会 就是不去学 也不去练 那肯定找不到工作 所以肯定是 有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 我一般是 我一般是这么说 如果你努力 你去写代码 你按照我们要求找 要求做 基本上都有工作 不会是没有工作 我们的实习 是什么呢 实习是培训类的 也不算培训类吧 就是首先 我们 我们做的实习 主要就是advanced的 就首先你已经 会了这些内容 然后再做实习 你就 你的薪水会提升更高 可能比方提到十万 请问CAMELA有没有 请问CAMELA没有PR 有没有几乎找到全站工作 CAMELA没有 就是机会比较少 CAMELA因为确实 大部分都是citizen 哪怕是我们 跟我们合作了 他们也是直接跟我写的 实名区的citizen 要做clearance的 而且clearance base级别 然后但是他们好处是 他们会帮我 帮学生做那个费用 就clearance他们包了 是这样子 但是确实 citizen在CAMELA 更好找工作一些 而不是 PR确实难一些 没有PR的人更难 但是就机会比较少 所以说 CAMELA的话 可以看看 我们有CAMELA找到工作了 也没有身份 就是说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PSW吧 或者说叫什么 491或者叫什么 VS要忘了 谁有找到工作 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难 我知道难 在校生怎么做 先上线的大项目呢 你说如果说 全站班的话 就走全站班 我们有班人什么的 会带着走 part time 一周三天的经验 怎么算 就是算part time经验 你工作多少 你工作20小时 就算20小时 就part time 如果说你是移民的话 移民上 他们是按照小时算的 所以他们不是按照 for time还是怎么算的 他们是按照一周 多少小时去算的 移民 或者一共你做了 几百个小时 请问一下 那个road camp road camp road show 就是说那个路演 showcase 每期做项目的学员 都才能参加吗 就是说任何学员 都可以参加 但是必须做项目 不做项目的人 是不能参加的 就是没有旁听的人 全是必须参加这个项目 并且能留下的人 才能参加 任何旁听的 任何不做项目的人 都不准参加 而且不允许参加 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showcase 只有写代码的人 才能参加 参加的人 如果没有 没找到工作offer的话 参加的人 如果还没有找到 你可以参加下一期 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 还有是有工作的人 回来参加 可能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因为也是大公司 可能把它挖走了 所以这个是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可能不仅仅 再是junior了 可能me的级别 会过来做项目 做项目之后 有些好的公司不错 然后就把它挖走了 所以这是 做showcase一个意义 然后如果说 这个是showcase 没有人对向你 你可以参加下一次 没有问题 一直可以参加 developer找intern 或者volunteer 的工作有哪些 今天我没讲 developer的工作 developer找intern 学校 因为我之前有PPT写着 找 一个是网上搜 一个是大公司 我一开始 也跟你们看了 这不是写着吗 optiver intern是 17万5 是吧 17万5的那个intern 这些大公司 他们的 这些大公司intern呢 是不会发到一些 各种其他网站上的 可以往上找 然后volunteer volunteer基本上 没听过 IT怎么会做volunteer呢 最多做实习 如果你想做volunteer 你可以去教会 教会一般我们叫volunteer 然后intern的话 就是这大公司 然后网上去搜google 去搜一下intern 然后sick上基本没有 然后学校会有一些 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些 但是会有一些吧 你可能留意一些 因为我们提供的intern 没有那么多 我说的这个提供的intern呢 比方说 今天刚刚有人给我发的 就是北航和RMIT 有一个实习岗位 有一个实习岗位 是做论文的 做研究论文的 那是一个intern 我们会发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们家人找工 反正我们是免费法 所以说有很多种免费的机会 你们可以看到 然后之前GoogleHR问我 有没有允许 在澳洲工作经验签证 因为他们不负责解决签证 这是意味 这是不是意味着 计划给我的值级很低 之前的Google是L4 才会解决签证 如果不到L4 是不给你解决签证了 L3的话 是可以去别的国家 因为之前Google想去担保 我记得好像坊间说法 Google想担保人 移民区不通过 Atlasan担保是移民区通过的 所以说之前就是 比较低级别是不给通过的 但是好像坊间说法 现在好像没有 然后签证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工作签证 没有在澳洲的工作签证 Google是肯定不会跟你去解决的 Google能够帮你解决的是 容易能拿到签证 因为你如果说你在澳洲 没有任何的条件去工作的话 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帮助你 去解决签证 因为只有是到L4 非常高的级别 公司才会直接担保这个人 如果没有到 是不会给担保的 不会害怕直接担保的 所以说不会解决 不解决你可以去苏黎世和那个 日本吗 苏黎世和日本都是可以解决签证的 就华人可以去的 比方你像去美国 又抽不中H1B 也抽不中E3 那肯定也解决不了 HR1我要多少薪水 多多少 你说要多少 你现在到什么程度 你说要多少呗 如果说是比方你第一份工作 你要六七万八九万都行 看你能力 你能力高你要十万 能力不高你就要七八万 如果你是已经换 你说实话 你HR1你要薪水 你可以想如果你工作了 你现在有八万块钱薪水 他问你工 他问你薪水 你可能立马就答了 那现在你如果还问我这个句话的话 代表你应该你一份工作没有 那估计就有六七万左右 哪种付费实习不靠谱 这个我不回答 然后请问12月毕业 现在全站班来得及吗 12月毕业的话 现在是五月份 然后我们已经开始了 然后你要做的话是七月份 七月份大约是到12月份结束 比如说刚刚课程刚刚结束 然后求职的话 大约是明天一月份 如果说是进入下一期的话 是这样 然后我们 我就这么说吧 全站班和戴富斯班 下一期会涨价 是肯定涨价 然后全站班包括 现在还没有 网上还没有去改啊 如果你们现在报的话 是现在价格 但是我们做完 showcase 我就会涨价 全站班包括求职吗 包括求职 还包括实习 全站班都包含了 然后说实话 就是我们才五千多 然后local都是一万五 两万 现在他们涨两万了 还不是一万五了 我们跟他 差距更大了 这些老板其实都跟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涨价 你们太便宜了 然后你们还觉得贵 我压力也挺大 实习 developer实习 divops是在降人实习 然后developer实习 看你喜欢去哪公司了 我们合作公司有一些 然后目前有了 showcase之后 可能就不去实习了 直接去公司 就去公司工作 全站是在online 我们现在不提供建设 online是可以选 我们最好的老师去讲 OK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全站的实习 哪个城市都有啊 除了偏野地区啊 哪个城市都有 行 大家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找小花了解 报名的情况 刚才有人开了视频 然后我再强了一遍 我非常的建议啊 大家不要写假简历 因为我们也出现过一些 假简历情况 非常不好的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不要 有假简历的情况 回放应该是明天能看到吧 是明天员工会减一减 然后掐头去尾嘛 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去点 然后 呃 放到YouTube上 然后大家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一月求职不会错过时间 一月求职是最火的时候 也不是最火的 二月是最火的 所以说如果我说 现在七月份报 然后正好 十二月 大约实习 然后二月份 基本肯定是脱脱的拿到工作了 一般是一月份就拿到工作了 嗯 这个主要是做了五年 太熟了这一块 十二月毕业 现在求职晚吗 说实话 十二月毕业 现在求职有点晚 如果你十二月毕业 你应该是月初就开始 准备了 不是月初啊 今天年初就开始准备了 准备 因为你需要花一段时间去做项目吧 如果你想 呃 如果你想毕业求职 顺顺当当的 甚至说十二月份 刚刚全站班结束 就拿到一份offer 甚至说 你在十二月学期 呃 结束 就这么说吧 就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想不想在毕业之前拿到一份offer 比你的同事 比你的同学 薪水还高 拿到一份offer 呃 比你的同学还要高 有没有想过这样子 如果想过这样子的话 抓紧 因为你需要大约 我一般建议是什么呢 大约建议要三个月的实习 呃 或者两个月实习 最少两个月实习 然后大约到十二月份 十一月份开九指 十二月份拿到offer 然后在毕业典礼之前 就能够去拿到一份offer 然后毕业不失业 因为我是那种不喜欢毕业了 没工作的人 我是毕业就工作 所以说我是不喜欢毕业就失业了 呃 然后你们你们可以做计划 所以说如果说十一月份开 因为你要找工作啊 你要面试加一堆东西 大约要一个月时间 所以十一月份投简历 这是一个不错的时间 十一月份呢 正好是你们考试的时候 然后大约十二月份拿到工作 拿到offer 呃 然后往前推的话 就是比方说 如果说像我们有实习 那也就说 呃 大约九月份开始实习 那再往前的话 就六月份开始上课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紧巴的一个时间 六月份上课 然后九月份实习 然后到约十二 十一月 大约两个月时间 然后再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就搞定 然后你这人生第一阶段就搞定了 然后毕业毕业没有失业 有一份工作 然后爸妈也很开心 然后也比学生牛 甚至说有可能十二万十一万 那腰板挺直了走 然后每年IT啊 每年求职旺季 是一月到四月 这是最高的 最呃 就需求最高的 但是呢 现在啊 什么时候投都行 说实话 一月份很多人去 那个度假了 所以一月到一月中 很多的HR都没回来 或者慢点准备回来 但一月份就会有呃 开始有那个 面试压力了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都跳槽 所以一月二月三月 是属于跳槽特别多了 所以空味很多 那个时候去填补空味 然后那个是比较密切的 当然那个时候是呃 要求比较高 还有一个时间 是什么时间 比较好的工作啊 12月25号之前 也就是说圣诞之前 也就是说 如果你正好碰到12月10号 面试感觉还不错 然后公司呢 一般有的时候 有的大公司啊 可能会简化流程 呃 可能简化到什么程度呢 简化到 呃 三轮面试变证两轮 然后在25号之前签合同 然后一月份回来 去做onboarding 因为一月份一般 呃 会有一拨人onboarding onboarding的话 那个时候你就赶上了 然后所以说12月啊 有不一样的求职 但对于IT来讲 从1月份到12月 基本都是忘记 有能力 基本都能找个工作 只不过说 这公司是谁了 而已 所以说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到5月份啊 现在这个月啊 确实很多公司不招了 因为填满了 如果说那个recruiter 很给力 他可能就可以实现在 4月份之前 把团队稳定 5月份开始正正式开始做 所以大体这时候 呃 然后gradual program啊 gradual program是1月份开始升 如果你要参加gradual program 你想在明年1月份入职 比如说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 你就隐身了 然后4月份开始面试 然后呢 大约7月份 5、6月份 可能拿到offer 就是这个月 或者下月拿到offer 然后入职时间 可能是明年1月份 为什么我一直说到明年1月份 明年1月份 或者2月份入职 所以gradual program 大体是这么一个跨度 然后如果你是今年毕业 你想申请明年的gradual program 那你又要跨一年时间 也就是说已经毕业了 然后你去某一个公司 拿一个7万块钱的一个gradual program 然后可能到2023年才能入职 不是2024年入职 2023年面试 2024年入职 又跨了一年 所以时间特别特别久 然后一般gradual program 我建议是在校时间 第三个学期开始升 或者第二学期就升 然后才能比较好 所以时间比较紧啊 大部分的时间比较紧 然后一般互联合公司啊 比方看了 任何时间都可以升 啥时间都可以升 他五月份还招实习呢 呃 但是但是看法很难很难很难升 好几好几不是好几千份 是好几万份 申请实习和gradual的东西 对啊 如果你你这么说 如果你先做一份工作 再申请JP吗 呃 有这样做的 除非那个工作太差了 除非那个工作不到六万块钱 你申请一份七万块钱的工作 那可能可以 但是一般作为IT啊 你只要跳一次槽 你就过十万 你在在委屈求全跑回JP吗 JP有学到什么东西 然后去做一份七万块钱的工作 然后各个就是交流 部门交流等等 呃 做管卫生 我觉得没啥意思 如果你都能到12 说实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学生是这样子 呃 我们有一期学生 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他确实 他第一份找的工作 他一上来拿JP 然后呢 我们其中有一个学生 呃 也很要强 也很厉害 但他拿不到JP 当时大家都很羡慕 然后呢 最后呢 过了半年 我们另 我们这位学 另一位学生呢跳槽跳到了那个公司 成了他的直系领导 就都是一期学生 但是他是JP 他是graduate program 那个人呢 跳两次槽 进入他们公司 成了个senior 是这位同学的直系领导了 薪水比他高了一倍多 就是JP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 然后合不合适 啊 如果你看你能力行不行 这是一个很明确 很直接的东西 为什么我说了半天 毕业后 可以直接找猪念吗 你毕业后找密的senior都行 再看你能力啊 你能力到就行 能力不到 你找什么都不行 你如果猪念是要有经验的 猪念不是没有经验 猪念是有经验的工作 graduate 是明确是不需要经验的 猪念是要有经验的 所以你看到任何的猪念developer 猪念什么东西 他你说有一到三年经验 还有的人在去抱怨说 这个岗位还需要经验 猪念他就是要经验 猪念本来就要经验 好那就九点半了 然后正好到时间 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在群里继续问 然后我可以在群里解答